好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要回应这个主日牧师的信息 我听见的是牧师在传递的是一个福音 福音究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做成什么 我感觉牧师在表达的是福音 它不只是福音 而是要把我们带进一个神的国度 所以当我们经历福音的大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只要从罪里面被救出来 其实神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计划 祂是要让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 然后我们要在地上 把祂的国度推展开来 就是要把祂的国度彰显出来 所以是从福音到国度 是天国的福音 然后我们在地上 要来回应这样的福音 那另外就是耶稣传扬福音 把国度带下来 那祂也拣选祂的门徒 耶稣一边在传福音 祂其实也让这个领受福音的 也能够成为主的门徒 所以其实耶稣也说 祂所做的信祂的也要做 就是我们怎么样立志成为 有一个心志成为主的门徒 所以我觉得我们听这边道 我们要来回应主 要来立志我们成为神的门徒 要把主的国度带下来 不只传福音 而且是要让主的国 能够真实的临到福音所到的地方 另外就是因为当门徒在推进福音的时候 推进神的国的时候 其实是两个国度在交锋 所以其实会看见有很多的征战 很多的冲突 很多的拉扯发生 那当然神也透过这个仇敌的工作 在门徒的身上做炼镜的工作 在扩张门徒的一个声量 但是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很需要的是一个 在信心里面的跟随 所以要成为门徒 除了要面对这样的国度的 这样的交战 那另外就是必须要是在信心里面来跟随 所以不是看我们做什么 不是像这位父亲问的说 你能够做什么 而是耶稣问他们说 你有信心吗 所以做门徒 其实要很重要的一个信心 那信心怎么来 信心是从神来 神的话语 神的道经到我们的里面 他就会释放出信心 那在信心其实不是大小的问题 而是有没有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其实信心是带着生命的大能的 是带着生命力的 他在我们的里面 就会帮助我们 继续怎么样在信心里面跟随 而不是我做了什么 而是我在信心里面 我来跟随耶稣 跟随他所做的 所以我们立定心志 要成为主的门徒 那另外就是 我们必须要在信心里面成为门徒 让我们能够在地上 把那个神的国度继续推进 继续扩张 让神的国度 借由门徒都能够被彰显出来 这是我所领受到的 对主日正道的一个回应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今天要回应牧师的信息 他讲到说 我既相信又怀疑 我今天听见牧师的信息 第一个是呢 牧师他问我们说 你渴望成为耶稣的门徒吗 所以透过这个点呢 我听见牧师在说 看见门徒的重要性 那我感觉神也透过牧师的信息 这个季节鼓励我们的 约尔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成为耶稣的门徒 那门徒的生命品质呢 就是神的话 能不能转化成我们生命的恩高 也就是很多时候 也许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 可是我们凭着信心 我们来领受 让神的话呢 可以转成我们生命的恩高 那第二个部分呢 牧师讲到的就是呢 福音到哪里 神的国就到哪里 因为神的国的宝贵呢 是在我们中间 所以呢 第二个部分呢 我听见牧师他在分享的是 两个国度的交战 然后从第一个部分就是 门徒赶鬼可是没有发作 也就是呢 还没有看到耶稣 鬼还很安静 那第二个部分是呢 当 当那个孩子 也就是耶稣出来的时候呢 他一看见耶稣就发作了 症状更严重 然后牧师他就讲到说呢 当我们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 我们越靠近耶稣 其实我们 其实鬼是越容易发作的 所以呢 隐身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呢 我们生命中的事情 可能会发生的越来越严重 可是呢 这就是神正在动工的记号 因此呢 因此呢 当仇离在工作的时候 门徒的信心是 相信神的工作是越大的 所以事情越严重 他所带来的意涵就是 耶稣已经在靠近我们 而且更靠近了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呢 越靠近耶稣 你会发现越严重 这个是耶稣在我们生命中 做一个极大的工作 而我们可以做的就是 我们要抓住神 作为耶稣的门徒呢 我们呢 开始来紧紧抓住神 然后看见呢 看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也许过去我们太 听了魔鬼讲太多的话了 也是鬼在我们身上有权柄 而我们开始从这个 从这样的环境中走出来 我们要成为耶稣的门徒 我们会看见上帝会来帮助我们 所以呢 牧师就讲到说 仇敌来要毁灭我们 但是而且不放过我们 可是神已经在我们生命中动工了 所以在这个两国的交战当中 耶稣他已经在动工 在帮助我们了 那第三个部分是呢 门徒要明白神的 门徒要能够在信心中 明白神的国 所以呢 牧师讲到说 牧师有提到22节的时候 父亲说你能做什么 然后呢 耶稣的回答是呢 什么意思叫我 叫你能做什么 也就是你若能做 跟你若能信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感觉就是呢 神透过牧师的讲道 鼓励我们呢 不要做 不要不是一个度的门徒 就是什么事 不是做什么事情来拯救我们 而是呢 我们要做一个belief 就是一个 有一个有信 有信的门徒 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 使我们能够得救 而使我们能够信什么 使我们能够得救 因为出于 因为 出于信心的话呢 神他就不来 不断的来帮助我们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成为 我们做耶稣的门徒 我们会感觉 遇到状况的时候 我好像信心出问题了 我到底信的是什么 所以牧师讲到说呢 鬼出去了 可是现场很多人都看见 就说 哇 孩子也死了 那因此呢牧师 他透过 马太福音17章19到21节 他在跟我们讲说 很多时候我们感觉 我们信心不够 我们没有权柄 我们总觉得呢 信心呢 要到 累积到某一个程度 我才可以赶鬼 可是 其实我们的能力 不在于信心的大小 而我们的能力呢 重点是在于 芥菜种的信心 芥菜种是一个种子 也就是一个 有生命的信心 所以呢 神要把一个 有生命的信心 放在我们里面 也许世界想要掺杂 把我们有生命的信心挪走 但是呢 神的心意就是 透过环境 透过环境呢 让我们明白神的国 透过环境呢 让我们有一个 有生命力的信心 因此在最后的时候 牧师鼓励我们 做门徒的 我们有一个单纯的信心 打不死的信心 或许我们在服事中 在牧养中 在各样的环境中 我们有挫败 有灰心 甚至有沮丧 甚至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感觉到 自己好像很不好 好像门徒 他们在学习 赶鬼这件事 也做得很不好 可是我们可以做的回应呢 就是呢 我明白神 在我生命中的工作 当我在越挫败的时候 表示神的工作 在我的生命中 是越大的 那什么会影响 我的信心呢 所以牧师也提到了 罗马 罗马书四章 是七到二十二节 亚伯兰七十五岁 领受海边的沙 可是二十五年来呢 他完全看不见 可是呢 他就是凭着 芥菜种的信心 他看不见 可是他心里相信 他的信心就不软弱了 所以我们相信 神的应许 生出了以上 而神的应许呢 也让我们 可以一生来侍奉他 让我们都成为 主耶稣的门徒 让我们呢 都能够来看见说呢 是的 我相信 我既相信 我又怀疑 可是我愿意 单纯的来信靠主 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